肚 肚高 那肚寫 肚寫重好了 寫短 他寫的好長 好 寫扁一點 可以寫一點輕輕的效果 高 下面再一個墨 不是一個呆 是高 下面一個墨 搞清楚 兩個不太一樣 中 今天寫這樣 還是靠得很近 拉開 這個米 拉開以後這米還是把它再縮小 不要一直拉開 這裡中公 這樣這才有差別 7 7 寫的小小的 書 寫的輕輕的 現在的變化是 我當下所想的 也許在第二次看到就不會這麼寫 一定要有這個概念 不要想說可能每次都這麼寫 不可能的啦 寫字都會換來換去的咧 壁 輕 哇 這是現在 遇到一個麻煩 瞄了一下這行字都好 大 所以現在找一些來寫小了 這個壁要寫小又不好看 這壁整個拉開的 下面真的要寫小 好 這樣才真的是小 這個刺 還好鑼可以拉開 好 鑼 這樣 這樣寫得很窄 這樣我準備寫得很扁 很扁 但是還是讓它往內凹 它這怎麼寫 我再看不太懂 它這個 錄音是有錯字 這個蝦寫得小 寫得小小的 主要是這個點跟這點 不能一樣 懷再去拉開 反正懷有的是一個 長的 長的浮二溝 有的是機會 這是機會來的 琴 琴是上下拉的 這樣子就有造型了 這個算是好寫的 這如果本身有造型 真的是好寫 這如果本身沒有造型 那妳就要想辦法加 這沒有辦法 不能說它沒造型 那妳就束手無策 怎麼可以束手無策 要想辦法 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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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形書還不誇張 那等什麼時候才能誇張呢 所以 所以字體裡面 形書算是比較誇張的 如果不想誇張 妳就寫楷書就好了 加 加給 給 給 給的話 寫小 上中間靠 牽 前面牽之後 妳就出現過一次 冰 冰寫的窄 高還好 高這裡下面可以拉開 灌 再寫小寫扁 黏 寫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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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面已經拉長了 這裡就不要拉長 上面一個牽字有拉長 就不要再拉了 一行裡面連拉兩次 就整個都鬆掉了 畫面上會覺得鬆掉 好 這陣的話 左右 左右 他的那個蜜字旁啊 都喜歡寫成這個樣子 這是字的圓形啊 剛剛偏旁都會變形 你看他這裡面經常寫成圓形 可以碰到 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本身外型 都弄到不見了 很辛苦 寫這種字最辛苦 寫小 寫小 寫細 寫細 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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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 车 这样 这种车我拉开的 所以下面的夹 可以让它 写的比较方 比较重 肥 肥稍微写小一点 但是也写的比较紧 看起来肥肥的 轻 轻啊好了 轻轻的轻轻的 既然叫轻 那我就让你轻 轻 轻 测 两支天线 的话 就写扁 帽 写长 短 矢 矢要再寬了 不然這個字都扁了 寬 還有它一個長痕可以作用 有時候就只要一個筆畫就夠了 欸 這樣就夠了 不用每個地方都拉寬 每個地方拉寬看起來就散掉了 真的 瘦瘦的熱杯 斷斷的齁 沒有刻意要長得跟它一樣齁 大概取其意思 誇張一點 刻 刻拉長了 剩下的不要再拉了 連續要幾個筆畫都拉長 字再寫下一點 它筆順跟我不一樣 沒關係 自己慢慢看 你看看 眼都花了 好 這字比較鬆 比較閃 一啊 一銀兩個字長得好像啊 通常都會想辦法寫的不一樣 粗細是最大的 一 一 寫的方正 一 看起來至少 有點差距 不要讓人家覺得沒差距 不要讓人家覺得沒差距 這個橫也是長得怪啊 這裡面怪字是很多的 一般是中間寫然後兩邊連 他這個寫的倒是怪怪的 清條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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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次 拍子 最後 兩個 好 有 有